换个焦点 一艘中国渔船 星期二凌晨在印度洋中部海域倾覆 搜救团队今天找到了船体 同时打捞起两具遇难者遗体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中国海军舰艇是在今天下午1点30分左右 发现并打捞起两具遇难者遗体 名为鲁鹏远渔028的中国渔船 共载有39名船员 当中17人是中国籍 17人是印尼籍 另有5人是菲律宾籍 目前还无法确认渔船轻浮的原因 中国也正和印尼 斯里兰卡 马尔代夫等多国协调 展开搜救行动